FTP軟體和虛擬主機網站連線成功之後 就會發現左邊就是我們自己本機的資料 這是本機的資料,D槽 自己可以去選擇自己的本機資料夾 自己去選取 右邊這邊就是Bluehost遠端的主機資料 目前可以看一下 因為登錄的時候它是登錄到根目錄裡面來 所以在Bluehost它目前的機制 在租用的時候它沒有限制你可以架幾個網站 所以其實每一個網站都是一個目錄 像我這邊有很多目錄都是一整個網站的目錄 像這個EDM加EDM的網站 或是Eric0706這也是一個網站 Forum這是一個討論區的網站 PHPBB這個是一個討論區的網站 然後我要備份的就是這個Sunget.com 這是我的公司的網站 點兩下進去看一下 這裡面 因為這是用Wordpress架設的公司網站 所以這裡面看到的這些程式都是Wordpress提供的程式 點PHP這個都是網頁程式 那我要怎麼下載呢很簡單 我就是把這些檔案全選 Ctrl A就可以全部選取 然後直接把它拉到左邊來就可以了 就這樣拉過來就可以了 拉過來放開它就直接下載回來 好我現在不要拉 因為剛剛我已經拉過一次 它這邊有傳輸成功3022了 然後等候的檔案就是代表還正在下載的檔案 還沒下載完的 那你要下載到哪一個地方 你就先選取選好你要放在哪個地方 像我剛剛我是把它放在我的Bluehost的主機資料裡面 這些都是網站資料 那這個就是FTP下載軟體 下載程式下載檔案的方法 那如果要上傳的話呢也很簡單 就是把左邊檔案選取之後 然後往右邊拉 就等於上傳到遠端網站的主機去了 好那這樣子用FTP來傳檔 如果檔案數量非常多的話 像這個檔案數量有大概4000多個檔案 那它會變得比較慢 雖然傳輸的速度不慢 但是因為檔案量非常多 所以會一個檔案一個檔案這樣傳 其實會很慢 那什麼方式比較快呢 其實用一個檔案傳檔的方式最快 也就是說把這些檔案全部包成一個壓縮檔 然後下載那個壓縮檔回來之後 再把那個壓縮檔解開 這樣是比較快的方式 OK 那個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那這一節我們介紹的是FTP的傳檔的操作 先介紹到這邊